哎呀 你哭夠了沒有啊 你說你也是 哎呀 你三千塊錢 你說 我 我還想哭啊 大奶奶 三千塊的媽媽沒有就沒有了 哎呀 是啊 你說三千塊錢呢 你幹什麼不好 那你 那你給我賺了嗎 八國 我跟你說 其實三千塊錢被騙了 這不算什麼 你這不算是最慘的 我跟你說 我想當年比你騙得更慘 中央 別人拿去沒 哎呀 我跟你說啊 哎 我想當初的時候啊 我都不願意跟你說 我剛來廣州那個時候我生活拮据啊 我跟你講講啊 我悲催死了 我當時呢 我到銀行去存五千塊錢 銀行的人太多呀 好多排隊呀 這時候有個大叔呢 是來這個取錢的 我是來存錢的 那個大叔呢 就給我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兩個都不用排隊 那你沒辦法啊 哎呀 這個辦法可是太好了 他說呢 我是來取錢的 你是來存錢的 你幹嘛交進交給銀行呢 你自己交給我不就行了嗎 我想也對呀 我就把錢交給他了 那你沒必定怪頭的嗎 哎呀 沒有經過呀 我跟你說 你這三千塊錢 還可以買幾條這個玩意 放到包上可以當裝飾 是不是啊 還可以聽響 我那五千塊錢呢 連毛都沒見到啊 五千塊錢呢 你還是讀書人啊 那會不會蠢一點啊 後來我也想不到回死了 我給說這叫吃一欠掌一字 要說上當受騙得厲害 要說悲催 這叫山外有山 人帶有人 你知道吧 哎呀 那你真是給我命苦了 不過呢 就破財黨災 那當拿錢賣教訓吧 不過你真是好蠢啊 你又好蠢啊 你 哎呀 誰不說呢 所以說呀 我比你蠢多了 哎呀 什麼你這麼蠢啊 人蠢呢 就沒有藥衣的 我不跟你的蠢人說話 哎呀 我回去熬湯 哎呀 什麼人呢 這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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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 我做辦公室過來下基層了 我什麼時候做過辦公室啊 我不都在基層荒嗎 在所的辦公室也沒事做呀 夜總人放我大駕 老祖啊 聽說呢 前兩天你去點了八姑 所以他就沒去刺殺了是嗎 還說我發現你現在也挺八婆的 才說了八姑那樣的 我跟你說啊 哎 我做心理疏導 那是有經驗的 就憑我這腦子 我這嘴巴 就三寸不能吃 嘩一說 我隨便便我開個心理診所 我跟你說 那沒問題 說話就不是這麼說了 你知不知道現在社會上幾多騙術了 一不覺意就會上當的了 你就是我老爸而已嘛 你兩天走去做那些什麼 免費的紅外線理療啊 我怕他啊 被人哄一哄一就掩錢買那些 什麼能醫百病的健康店的了 哎呀 到時候我們康家呢 就有排開家庭會議了真的 可不是嘛 這世界上哪有免費的午餐呀 太對應了 都這樣 我跟你說 先下套後手網 讓你老爸我以後小心點 阿光你也小心點 這個上當受騙是有遺傳的 哎呀 勸得他好就行 說多兩句就發財爛詐的了 哎 喂 老左你得閒啊 不如你幫我勸一下他啊 這傻瓜 你這說 站著說好不要痛 剛才小蘭都說了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個在國外都需要錢 哎 等會等會老左 你不是居委會的嗎 居委會防止群眾上當受騙 這是你們應進的義務啊 啊 是啊 你們口口想想說是人民公僕來的嘛 那不是一個為人民服務 不是為人民幣服務的是不是 哎呀 給我講的有大道理 我給你們服務誰為我服務 為人民服務是吧 啊 對呀 為人民服務啊 好啊 這個想法太好了 太及時了 也有社會效應 那現在的滾油呢 十有八九都針著老人家來騙的 那搞一下他們怎麼防騙 好 我支持你 哎呀 葉主任 我就知道您領導英明勇方 所以說我在辦這個班 所以這個班一定要把它辦好 我要往您這個臉上 快 貼金 不是 給你臉上真光 真的 行了 要不要說有的 這滾頭先 哎呀 我能有什麼需要 就憑我的三吞不亂之事 兩張嘴皮子 你給我兩瓶礦泉水就行 好 沒問題 你放心 我一定把這個防騙班 在昌盛街辦成一個 讓騙子無法進入的 銅牆鐵皮 我會不會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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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你去街區會 什麼 都去啊 都去的 對啊 我都去的 那當然 當然,老作教我們上課的防騙戰術 很小的,現在不用教學費 你現在算不請我們,所以我就馬上… 既然是這樣的,我們一起走 下一聲就不會這樣 還有我一聲 老人課,你也對 我有四個女兒,肥德金花等於代價 我沒有說防騙戰術,我點擊對付我的平台 平式的所有人 很小的,很小的 很小的,很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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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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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代表三聲姐最愛會 向各位同學們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多謝,謝謝 老公…真多虧你 跟老人家說的防騙術,不用上當 謝謝… 我們知道這些貼紙是騙順百出的了 我整天都提心吊膽 怕著一不小心就淚落坑 安靜,安靜 有的嘛 我跟你說,現在應該這麼說 這個騙術是防不勝防 我呢也做了一個講義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呢就應該用姿勢來武裝自己 用這個自信來防止傷害 哎呀,老公,你不要後悔多個頭 你也講明你今天想跟我們說些什麼 太誤了,太誤了 太誤了,太誤了,太誤了 天素的大會總啊 好,我們這樣 我們要務必做到呢 要借你們一雙慧眼 讓你們把這個紛擾的世界看個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真正切切 老红啊 哎 你这 干嘛 首先呢 我让大家来看几个关键词 重大奖 电话欠费 刷卡消费 上门推销 法院传票 投递邮件 等等等等 明白明白 大家是不是觉得 他非常的熟悉 又觉得他非常的陌生 熟悉呢 那因为这些事 都是发生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的 陌生 是因为骗子 经常利用我们这些 发生在生活 我们的身边的事情 安静董事啊 安静 对付这些骗子 我们绝对不能 心吃素乱 我我我我说话 我我我我有时啊 连好人和骗子 我都分不清这个 你这么专门 德叔啊 长颖不顶无缝的蛋啊 就您这岁数了 您说您中奖 您有的命吗 您说你电话欠费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这个刷卡消费 您也不会 上门吞销 您也不要 法院传票 您也不至于啊 干嘛呀 真是最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附地邮件 你知道吗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谁喊写信呢 对不对 那倒是呀 对呀 老叔 按照你这么说 对于这些人 我们真是连踩都没踩他 你一旦给他一点机会 那他就死产烂打 永无休止 他给他的阳光就灿烂 给个破框他就下单了 不不不不 你这么说 真是 哇 很恐怖 知不知道这么紧要啊 不是现在这个骗子 太吓人了 而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 非常的严峻 非常的残酷 虽然大家有一定的防骗意识 但是他们道告一次 磨告一张 可是我们 又不像电脑一样 每天可以更新 真是领养呢 对付骗子 其实很简单 就那么一招 你知我 是 是 直接挂电话 或是赶人出门 那如果死也没肯定 是呀 棍棒加深 要不直接报110 就这么简单 是呀 好 好 有没有人啊 哪一只啊 你好 我们是街道办的 过来出租屋普查登记 请问冯东在我家吗 没有任何事啊 那你是谁啊 我 我就是我啊 是不是在这里租客啊 是呀 哪一天啊 拿证件出来给我们登记啊 我为什么要给证件来登记啊 我又没有认识你两个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证 上面有公章的 你把那个烂贵卡帖子在街边 拔鸡也买到了 想骗我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打电话去我们街道问一下 我们主任不是姓业的 二指仁我们整个街道的人都认识他了 我认识二指仁你想骗我啊 好开心啊 我们骗你干什么呢 你想拿我的证件来登记 就暴露我利润的个人资料 然后你拿我的资料去银行开卡 然后你的投资 然后银行就追我投资了 我希望他死忠了 再没走我报警了 Lio 姐姐 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们 我们真的来办公的 他不相信就算了 我们去第二个登记先吧 那好吧 不好意思 那我们稍后再过来 哎呀 打好了吗 做财神魁你 真是 你 不是这样 二指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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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刚才有两个诈骗帆 居然来我叫我家里想诈骗我 让我脱了一千块之后 那两个走过来没脱了 真的有诈骗帆上门吗 是呀 你快快带我看看 我的 二指仁呀 二指仁呀 你倆 就是那两个人的 错错 他们两个人 是呀 居然骗了一只 二指仁呀 二指仁呀 我拿我的资料 二指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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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喬呀 他们两个是诈骗帆吗 不是呀 他们两个是我旁边借过来 帮手做出租屋登记的 一个小王一个小董 你倆不是诈骗帆吗 不是呀 我们真的来办公呀 我们工作的 是呀 刚才吓到我 真是心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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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算有诈骗帆 我也没害怕过 我闯鸡闯更有力 我拿白菜中 打死他 登记 登记 是 登记 我的新闻症 登吧 登吧 对呀 二指仁呀 一天就是那种死老座 他上火跟我们说 如果有抹山人拍你们的门 肯定没有炸好人 那我听他们说 我就想拿菜刀来炸他 那老座怎么教你们呀 一棍就勾死一船人 对呀 我是白谷靖, 什么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去拿 地址不抢?送不到? 什么包裹 包裹?你说是包裹吧? 里面放些什么? 住嘴 不用说, 不用说 先这样 跟我玩了骗术 我也吃过夜粥 又是你? 我告诉你, 我没有包裹 因为我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不是…我的亲戚朋友 没有一个会给我送包裹的 你省点吧 骗人 你不看对象是谁 你现在当我老人痴呆 白谷靖, 吃过夜粥的 白谷靖? 为什么他知道我叫白谷靖? 难道真的是快递公司送货上门? 有胆, 你就儘管跟我打勞 你既然有我的包裹 你就立刻给我送上门 我告诉你, 我在家里坐着 我等着等你 你够胆就送上来吧 我白谷靖… 阿关, 我真是被你吓死了 不是, 我以为是那些骗子电话 知道了… 你听我的声音, 你不能认识 我后来又怎样? 后来我就足足等他 一个下午, 一个晚头黑 他竟然不敢打来 当然了, 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你都说了, 你从来没有那些包裹 给你寄给你的 不是, 我总是觉得奇怪 他又怎样知道我的名字呢 真的? 现在很多人是专门买这些资料的 银行, 房屋中介 好像你病历都是罪魁禍首 专门有人买这些资料的 他说什么地址不长, 所以送不到 什么不分不长,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门牌号码都没改过 阮龄就算是大马亲戚都知道你住在哪里 那倒是, 你不要在不同的里面 在那里想, 骗人的 是呀 老作, 所有的货物都浪费了 那倒是呀, 老作说过的嘛 他说凡是有电话打来说你有包裹 肯定是狡猾的 就说你的包裹里面有问题 又说公安局刑征队那些坏了白粉 又要你去配合调查 还说你家里的银行账户有问题 是呀, 但是你要你将这些资料 就指定公安局的安庭账户 是呀 哎呀, 你也认得好胆 碰到我们几架 不然你就正死陈了 肯定就整天过去 你又死陈了, 是吧 我早就知道他骗子了 那不是我两次吸他的电话 我都骂到狗血淋头 吓到他就不敢打来 喂, 谁呀 啊, 大哥 你等一下, 我喝水, 我烫水了 大哥, 真是稀客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对对对, 你是打钥匙查的 对对对对对, 是, 你是打钥匙查的 你打我手, 哦, 是不是我的手机换号码了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嗯, 是不是 什么, 大连鲍鱼 哎哟, 我这个乖乖笼的 你都寄了一个月了 可是我连毛都没有收到啊 什么, 你寄到朱师奶家了 哎哟, 我这个大哥 你寄到他家跟寄到周本阿皮家有什么区别呀 是啊, 是啊, 我是在他家住过 对对对, 他是他, 我是我 我, 哎呀呀, 都一个月了呀 这从浙江, 这游都能游到广东来了, 这个鲍鱼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啊, 哎呀, 好, 好 哎呀, 我这个乖乖笼的 这种纠菜超大醋, 这要放多少材料才能显出这个样子 喂喂, 你想到没想啊 哼, 朱师奶, 老实点, 把汤交出来 什么交出来啊 我告诉你, 咱们街坊一场, 燕锅拔毛不是这样拔的 我给你点面子, 把材料还给你做, 把汤交出来 什么燕锅拔毛啊, 我敢蒙了谁的毛啊, 拉不开你 你拔了我的毛 我告诉你, 我哥给我寄的鲍鱼, 被你给瞒起来了 我何时收过鲍鱼, 你真是 你少给我装膳 我告诉你是聪明的话, 鲍鱼还给我, 把汤还给我 你吃过我的, 造假赔偿, 我既往不久, 好吧 喂, 你现在四个眼睛都看不清啊, 是吧 我拜托你拿来放大的, 显微的, 望远的, 看清点 这个是花摩 今天你的炖的花摩 这也不能这个你没有吃过我的鲍鱼 我何时吃过你什么鲍鱼 等等, 你说你大哥和你寄过鲍鱼 是呀, 写了你的名字 留在你的地址, 让你转给我 不是, 我这么巧合得这么巧吧 我真的接到快递公司的电话 说我有个包裹 那你是零的吗 那我不是上过你那些什么 防骗术的什么什么电话吗 我以为是那些骗子打来 我敢是不收了是吧 骗什么骗呢, 那是我的 你告诉我哪个, 哪个快递公司 告诉我电话我去拿 来来来来, 再理个人吧 去看 喂 你是那个快递公司啊, 是吧 亮仔你好啊 我是白骨精啊 不是, 我是陈 我就是白骨精, 我就想查一下 从浙江, 记得我们这边的有一个包裹 现在在哪里 什么 没人领退回了 哦哦哦哦 好的 这样啊 亮仔, 你再给我查一下 这个包裹现在在什么地方 什么 杭州集散地啊 哎哎哎哎 哎, 你不要挂不要挂啊 你听我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包裹给我截中 对, 再给我游回来 游回来, 对对对 哦, 来回的游费我都掏啊 没问题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 你说的昨天是哪天 我告诉你, 都三天了 还昨天, 昨天 你实数吗你 真实的 我告诉你, 那是什么 那是大连外海鱼的特技鲍鱼啊 你照念你, 你知道吗 谢谢啊 谢谢谢谢 我的鲍鱼啊 我都想死你了 找什么啊, 溜救啊 好, 鲍鱼来, 走啦 买鲍鱼啊 带给你, 鲍鱼啊 来回来, 来回来 我的鲍鱼啊, 我都想死他了 我发霉霸的 当然啦 我这样的盒子 一点都不密封 不发霉有鬼啦 糟了, 更大的鲍鱼都没吃得 一只只都没吃得, 浪费了 陈上辉, 你有化碑同为力量 节哀顺变起啦 站住 喂, 喂, 喂 主持人 你想跑, 想溜是吧 我告诉你, 要不让你的话 我的鲍鱼就不会耽误时间 它也就不会坏, 不会长毛 赔我的鲍鱼 哇, 真是你购乱了啊, 是吧 又是你上课教我们 说这三宝电话千万不要接的 说那些电话十字六八九会骗人的嘛 对吧, 还没这么说过 我有这样说过吗 你骂鸣鱼 你夠了嗎? 業主任, 我麻煩你評一下你 明明是他上課說過的 這個包裹千萬不要收 裡面不是放白粉, 只是放冰毒 現在我這樣做 是天經地義, 天地良心的 這是甚麼意思? 你就是愈不可及 你大腦才笨得沒藥衣 鮑魚, 麻煩你包密實一點 你現在這樣包, 抵他發霉 如果你不舉手的話, 才能長毛嗎? 所以說, 業主任 我讓他賠償我所有的損失 難道不對嗎? 多買幾根大腦菜, 吃吧 我說你們好, 好了 吵了整個眼罩, 吵得天都黑了 跟我說, 你不對, 你也不對 我怎麼不對 業主任 我是聽他的話, 照抓來做的 誰做過我老師? 什麼?別拿老師了, 唐先生 你甚麼時候教過我老師? 你和我上課, 你就是我老師 整個街坊的人都學作證的 你少來了 那是業主任安排我 跟你們老人上法治課 所以說, 我才當那麼一段時間老師 再說了, 你甚麼時候教過我? 開講也有話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你知道, 我好手輔導 很有中國的傳統觀念 你都騎死我了, 終身為父, 英為… 好, 你把我教成屁, 我就不讓你賠了 你現在想接我便宜 業主任, 請你看看你手下甚麼數字 連三歲小的小蚊子都不如 搞臭了我們槍盛街的聲音 業主任, 蒼盛街的名聲 還有我來搞臭嗎?他就搞臭了 你才搞臭啊, 你 這拓門星子滿天飛啊 業主任, 你一個多月沒下雨了 他花花草草弄甚麼枯水 這甚麼?這都是沾了你的光嗎? 沾了你的光嗎? 沾了你的光, 是嗎? 給我給你打吧 哎呀, 轉眼睛一年了 又臭風春月落月了 真是 老爺, 回來 今年算幸運了, 臭風起遲了 不是啦, 今晚一堆拿了棉皮出來 來呀, 臭風吹 你扔吧 德叔… 別說了, 這麼挫抖 嚇到病了, 德叔 為了吃呢, 就不是上來喝茶嗎? 德叔嘴巴有勾的 知道你買了臭風, 他最喜歡吃臭風 待會兒焗飯的時候, 再多點兩碗給你 誤會了, 我又不是喝茶又不是吃飯 我是想跟你們聊聊聊聊聊聊聊 對呀, 坐呀, 坐呀, 坐呀 德叔, 對呀 我難得這麼有空想跟別人聊聊 你來吧, 和你聊冬宵也行 不是冬宵一人少的 甚麼? 我要住下來 你住下來嗎? 你要住下來嗎?當然好, 無任歡迎 德叔, 你想要哪一種房間? 單間房間行嗎? 單間房間行嗎? 單間行 德叔, 這樣聊天聊天也無所謂 在江蘇你科技就行了 不用了…我要住下來 不用… 為甚麼? 沒甚麼原因 整天那臭小子見多一面 就短了一條命 德叔不是吧?又和兒子煞氣嗎? 是的, 小孩子嘛, 是容易激氣的 他還沒結婚, 結婚後有個女人館 就乖了 他五十歲也不結婚 那豈不是五十歲也不乖 是呀, 德叔, 你說話吧 難道你真想兒子五十歲也不結婚 做光棍嗎?真傻的 別說那麼多, 來… 來…進去…聊聊 我房間行嗎? 在這裡 你說… 行了…到時候有地方你住就行了 老爺, 是呀, 是呀 老爺 不是呀, 敢來賭我嗎? 剩下陳年葡萊了, 德叔 這些葡萊我可否認屎認屁 是零五年 來… 這樣嗎?要喝醉才行嗎? 是呀, 當然了, 行了 葡萊真是越舊越值錢 唯獨自己的兒子越大越頂心肺 是呀 喂, 甚麼? 佛山人民醫院嗎? 甚麼? 甚麼?出車禍? 甚麼?出車禍? 有沒有這樣的事? 好…你等等…我先想想 誰出車禍? 阿德, 怎麼可能你關上這部機器呢? 他電話說, 說兒子在佛山出車禍 要我去佛山拿錢給他們 甚麼?有銀出車禍嗎? 你怎麼相信他? 在兩個小時前 我還跟有銀兩個在家頂頸, 吵架 他有甚麼理由這麼快就在佛山 躺起病床? 豈不明把他引起電話? 甚麼?你覺得電話有問題嗎? 老作跟我們上課也說過了 那些騙子是手段白出的 他偷了小弟的手機 把手機打電話給他的父母 叫他父母領錢來熟悉小弟 是呀, 社會是存在這個問題的 老作上課也談起這個案例 是吧?報紙也好說的 所以我就不相信這句電話了 我說這句電話是假的 是吧? 不要理他, 喝茶 不… 阿德叔, 萬一真的有銀有事呢? 不會的, 阿德叔這麼聰明 那個臭小弟, 好像他生猴子一樣 有他撞人就沒人抗拒了 還好 甚麼?又是你嗎? 你不要騙我了 我是有年紀的人, 我是有知識的 就這樣吧, 再見 你怎麼樣? 我騙子就是三十膽 明明是騙人打電話來吹 是呀 是呀, 哪有銀有錢 喂, 別打電話來了 是呀?張醫生嗎? 哦, 我兒子出了車禍嘛 叫我送錢過佛山嘛, 殺我 他要換了男人來了 時候想騙我的錢 不要理他, 喝茶… 來… 來… 吃甚麼好吃的 真的好吃 德叔, 我煮的味道, 沒醬 你看看, 還有潤醬 是呀… 真的料足味道 吃個噴嚓了嗎? 是呀, 奶奶好嫩 媽媽吃飯 也行 我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嗎 我兒子沒去到佛山 你醫院中機 我都說你是總統 哪來我都不相信 這些滾蛋真是沙膽 明明滾蛋還打電話 你煩得夠膽 真的 不是,是不是真的有事 看來那隻這樣 可能就知道德叔只有一隻 然後又有料 就經常打電話來想找吃 我看,十成十都是滾蛋來的 是呀,他以為說一千次謊 人家就相信他以為真的 我真的沒那麼笨 是呀 電話又這樣 你們犯不犯 你犯不犯的 你是交警 你們的團伙到底有多少人 一人一人一人 莫公爹說你是交警 你是特警,我都不准 就是這樣,刪機 習慣了他 刪了他 刪了他 慢慢來 慢慢來 奶奶 查過了嗎 查過了,沒事了 可以關博了 那我關了 阿德在那裡 村長 睡了,怎麼了 你快點 替兒子拉他回家 你快點 替兒子,出大事,出人命 甚麼事 甚麼事 你這樣 阿友銀在佛山出了車 死不死 醫院打電話給他 打了三十幾個 他又不聽 現在說醫院的人是騙子 糟了 那些電話是真的嗎 是真的 那…那現在怎麼辦 甚麼… 他現在的命保住了 不過撞斷了一手 你快點見他,可以 快點見他 快點見他 我不聽了,他這樣 醫院,兜兜轉轉找到他姐姐 他姐姐正在去佛山接她 我就聽我們村子三嬸說 我就馬上趕來這裡 來…村長,村長找你有事了 行… 行… 你快點… 甚麼事… 慢慢… 來… 你快點跟我回家 我不回來了 不… 下巴輕輕,說不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甚麼事 甚麼事 要我們真的叫你借我 要我們真的叫你借我 哎呀 二… 快走… 快走… 老胡椒 哎呀,達叔啊 哎呀,歡迎,歡迎這裡,歡迎 快快快快,達叔啊 哎呦,呦 呦,呦 呦,趕緊扶你老頭坐呀 你看你那德行,又去哪鬼混了 啊 喝不給混斷了吧 哎,達叔 你是不是讓我過來教育教育他 我跟你說,我保證給你教育好 教訓好 我對這種誤入歧途的青年 我最有辦法 我教育 收聲啊你,我教育你啊 哎呀,你別大言不慘 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 你教育我 我告訴你,我是堂堂的 你們列村上了一任的村長助理啊 我是專欄作家啊 我也是居委會的主… 約隊,你來得正好 來,來 列村村民,沒甚麼文化 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你這個搞屎棍 幾乎累到我們兩隻爺陰陽張格 沒命相見 這位叔叔,甚麼事呢 阿魯作對你們做了甚麼 他呀,他叫我們想甚麼 老人房騙貨 他… 你… 你別急,你別急,你坐下 慢慢說,坐下… 這位叔叔… 這位叔叔是這樣的 這位叔叔死人老鳥呢 在課堂上散播謠言 古惑人心 他叫老人家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 結果呢,我車禍被人送到醫院 醫院打了三十幾次電話給我老爸 老爸以為是騙子不敢接,真可憐 搞得我們倆差點無命相見 有這種事嗎 主人,我也是奉政府生命嘛 也是被人命苦苦法教育嘛 是不是啊 我…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劳 老…老…老你這個死人頭 老…你又誇大其辭 說到到處都是騙子 才搞得我老爸這麼騰騰陣 主人,你說這個世界上哪有這麼多騙子 這些人簡直是破壞社會和諧 阿魯作,你上了唐貨而已 為甚麼好像搞得大家都有損失 不是這個投訴你就那個投訴你 哎呀,葉主任啊 其實損失最大的是我最冤枉了 我至少演得都損失了一斤多鮑魚啊 你說這樣的人啊 都是偷大無腦啊 情傷、智傷都低百分之七十啊 我跟你說,你和他們說不清楚啊 喂,你現在說我老爸弱子了,是嗎? 我罵你了 他頂點說我弱子啊 他說所有老人都弱子啊 好,我就會告訴你老匡家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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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管 哎呀,別亂說話啊 哎,葉主任,你看到了沒有 誰上不搖眼啊 葉主任,我,我真的,我都冤枉死了 謝謝你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火灸怎会非常像 ils 我朋友更配 需求啦 你看看 ocean后 architect 口水威, 怎麼這麼好打個電話給我 千萬不要理他, 你死仔肯定借錢 甚麼?請我吃飯? 又是石牌東那一元大魚? 行下撈我? 真棒, 口水威, 我跟你說 你叫阿通吃飯一定要理好 若 dich返阿通結隊 complain就威死不了 妳神經病, 汙女, 口水, 別管 先讓我得到香水, 不是留ame 但 etme etmek方面, 厲害 puedo? 不錯, 裡面哪一間 甚麼? 東莞大 Lars? 我的大王吃下飯, 痛癢 對了, 就是煩雪 說得對, 對吧 打敵東莞大廊的錢 比他請我們吃飯的錢更多 我不會再多謝你了, 就這樣吧 真假的 你真是說錢 人家說口水威有心請我們吃飯不餓 你嚴語不去的意思 好…吃自己吃… 還沒去逐盤站好 八點了 這個時候有電話來的 口水威… 口水威, 甚麼事 你打爛了人家的水晶桌子 喝醉酒打爛了沒錢賠 怎麼搞的 就是說我昨晚如果去吃飯 你就不會喝醉酒 不喝醉酒就不打爛人家的桌子 說起來, 我也有點內疚 那欠多少錢賠給別人 九百六 老實說, 我也是老銀 有借有還才好 你今晚回來還給我吧 那行… 那我稍後有銀行回給你 不過你趕快發你的帳號給我吧 啊, 就這樣吧 七點又到了 臭小子又一早給電話 我還了錢, 到現在還沒給電話 對不起, 銀布的號碼不止 啊, 檢查證本 空號? 不是吧 你先幫忙在這裡看著 我順便去查一查房 沒問題, 你去吧 空叔, 怎麼了 找老爺下棋 還是在這裡幫我租房間 沒有, 我想問阿威 沒過過你而已 口水威? 是呀 那臭小子一個月都沒見店頭了 你找他有事嗎 沒有, 那臭小子借了我九百六十元 你借錢給他嗎 你真的不了解他了 你有沒有聽說過 留給謝京州有他沒回頭, 真可憐 難怪, 我打他的電話號碼說是空號 是呀 我沒有? 我 沒可能的 我一個小時前才跟他通過電話 是嗎 拉叔, 那你趕快再打電話 讓阿通叔跟他聊 是呀, 跟我打通他 我把電話在上面 你瘋了 不如不要緊 不… 我記下了, 林伯 有 這個號碼嗎 怎麼樣, 他一直都是用這個號碼 不是呀 通過了… 何祟輝, 你在哪兒 我?我就是在後面 我發生甚麼事 你真是呀 不是我找你, 通叔找你 你真是壞, 真可憐 連老人家的錢都騙, 雷公扔死你 是呀, 你答應昨晚還九百六十元給我 現在是傻了 你花錢人吧 通叔, 我哪次問你借過錢 你不是那麼失憶吧 不是呀, 昨天早上明明打電話給我 說你前晚在東莞喝醉酒 打破了人家的店鋪那張水晶筆桌桌 九百六十元, 別再玩 人家的保安還打你 馬上打電話給我, 這樣都忘記了 錢呀 哎呀, 幸好, 我去長沙一個月, 你知道嗎 現在才回來的 我為了報銷, 票我留住 實名制, 看我的名字嗎 長沙、廣州、廣州、廣州 是呀, 是呀 是呀 那天打電話說吃東莞石牌煮大魚的 那個是誰來的 我怎麼知道 他們還請你吃飯 是呀 喂, 明明她說口水威來的 說請我去吃飯的 這次真是有問題了 沒了沒了, 通叔, 你的錢被人騙了 哎呀, 通叔 難怪這次你打過去是兇號 騙了你的錢, 還不走路嗎 那…那你日房夜房 房不勝房, 你這次 我怎麼說怎麼說的 房人自信不可惡 老婆, 你們還不信 還當初說我鼓惑人心 這下司虧上當了吧 我不是不聽你說的 你說的一二三四五六條 我都聽不齊 是呀 那你記齊了, 為甚麼還上當 主任, 他們根本沒說出那條片藝術 業姊, 我作證, 我作證 他真的根本沒說過這一條 所以說, 他這個老師 是否講課失誤, 即是他沒有責任心 通被人騙了幾百元 是否很應分他賠回來 神經病, 你神經病我也跟著神經病 老作, 你別再說一件事了 作為居委的工作人員 教大家認真去房騙是對的 你也有義務幫助大家識別真假 避免上課 好嗎 業主任, 你真是個包青天, 是吧 你自己不是說的 你是整個孫悟空的 就算那些騙子化成灰, 你也認得 好呀, 以後我們的電話 全部都你才聽 對嗎? 為甚麼 就是這樣 所有電話你都聽過了, 查過了 有問題的, 你馬上吸收 沒問題的, 先讓我們聽 是呀… 我是說你們要自己學會了, 剪別 大不了, 我再多給你們上幾堂課 別搞了, 要我們的老爺子居去剪別 不如你來幫我們剪別 你不是說你很聰明, 是吧 業主任, 一如這樣說 我立刻就通知了整條街的老爺 所有電話給他聽, 走吧 好… 我… 還要甚麼? 拿出來幫忙 抖啊 業主任, 你都害死我了 好了… 進去, 去 喂? 早發過 我也會, 我要和你 你等一下, 別當了 老爺, 你看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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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和你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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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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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老爺, 老爺, 你說, 你說 我都跟你說了, 你找主事呢 你還要和我摸成果 我現在樓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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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樣 你還要被我, 你看 走啦 我这个钱先生 我实在让你们逼得 我做不了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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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嫂的 走不行 走可以我走 我要走